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, 有我Heng和Ken在世道 12分钟教你煮两道菜 今次这两道菜 都有一点异曲同工 因为都有沙茶 就是柠檬沙茶虾和沙茶酱雜菌 首先我们先介绍哪一部分 雜菌 你喜欢选择什么菇菌也可以 除了草菇之外 今天我们选择鲜冬菇、白菌、啡磨菇 为什么不能选择草菇 因为放入草菇会有点噴味 想快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不用再出水的菇 好 就会更好 然后有洋葱 最重要是沙茶酱 调味很简单 盐糖和生抽 有点水 好, 这边材料就这么多 另一边有虾 对, 当然有虾 然后有洋葱和蒜蓉 是 之后我们最重要有一个… 因为是柠檬 我们用柠檬汁 又是有沙茶酱、有点麻油 还有水去煮这个虾 这个虾的味道挺有趣的 好, 我们开始介绍了吧 是 好, 一、二、三, 开始 好 先炒香洋葱 热锅 对, 先炒香 先炒香 这两道菜都有沙茶酱 是 还有洋葱 是 对 因为沙茶酱 一放洋葱 如果不是太喜欢吃洋葱的人 都可以接受到 是吗 是 因为沙茶酱的味道挺大 其实每个洋葱 可以哄小朋友 如果不喜欢吃洋葱 也可以尝试这个方法 可以的 不可以 不要告诉他有洋葱 对了 那是盖过了 对了, 吃一吃 等候有些小朋友 可能有些小朋友 一听到你说 洋葱豬扒 是 他看到整块洋葱 是 是 是 但可能你告诉他 这个是炸洋葱 他们有吃的 对了, 炸不知为什么 因为有些窗口的东西 脆脆脆脆就可以了 好, 这个时候 就加些菇 是 因为刚才你说过 没有用蘑菇 是 草菇 是, 草菇 通常煮菇 也会有少许出水的情况 是, 草菇一定要有 因为有股味 出水才放进去 当然你可以转做全部草菇 不过要做多个工夫 就是出水 好 因为我们要 一个短时间蒸两道菜 所以这次就没用途菇 就用一些最快 又最容易出味的菇 工菇可以吗 鲜冬菇 鲜冬菇 鲜冬菇也可以 是的, 鲜冬菇 我也有加价 是的 现在我们将菇炒至 它有少许出水 然后我们就开始加调味 现在可以先加了 沙茶酱 加沙茶酱 加沙茶酱, 把火加小 因为它会焦 是的 在这里先炒一下 是 这次Kanis用了沙茶酱 是 但如果不用沙茶酱 我煮这个 有没有其他的醬料 沙茶酱 沙茶酱 是的, 这个是似的味 先炒均匀 之后我们就要加点水 是 好, 在这个时候 我们用了2分35秒 是 是 慢慢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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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先放少许的生抽 是 再放少许的盐 少许的盐 是 然后糖 是 然后再拌一拌 拌一拌 拌一拌 在这里开大火 先煮 是 让味道更入味 而且汁 你会看到现在很多水 是 稍后会收干一点 是 这个不需要加些 迷芡 对, 不用 一边煮就会收稠 如果你说喜欢有牛油的香味 当你差不多的时候 再拌一点牛油 会更加香 也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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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 你说什么 放奶油 奶油就不行了 因为这个中式 对 牛油是可以放进去的 牛油可以的 好的 好, 现在这个菇 让它煮好 接着我们就开始做虾 首先一样 少许油 鲜洋葱 是 是 洋葱的切法 我们就切粗条 跟刚才那个有点不同 刚才那个是粒 是 这个就是粗条 是 这个有什么方法 可以哄到小朋友吃 这个有点难度 因为小朋友说 妈, 这个很难入口 是 这个有点难度 这个就会有点难度 这个就会容易 因为它用水煮軟了 都会较容易入口 是 是 这个我们就炒一炒 用大火 是 然后蒜蓉 是 好, 我们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是 是 大把时间剩了 感觉 是, 因为这两个都很简单 是 是 其实我刚才想到 是 就是这个沙茶酱雀滚 是 是 如果我多加点水 比如加烏冬进去 最后可以吗 可以的 是吗 是, 可以的 我突然想到 是 这样多方便 就是整个盆子 你可以这个, 我觉得 可以试试加椰奶 是 可以试试的 下次先 是, 可以试的 好的 好了, 两样炒香了之后 我们就加入虾 也是用冰鲜 冰鲜虾也可以, 新鲜虾也可以 是 这个可以连殼 又或者虾仁这样炒得好 可以 是 一拌一拌 这些虾就会很快熟 是 其实少许鑽色 然后我们就 放点酒 是 一拌一拌 一拌一拌之后 我们就 又是关小一点的火 嗯 加一个山盘 再拌一拌 再拌一拌 可以开大一点的火 那你先帮我拌一拌 我要加柠檬汁 好的 加柠檬汁 对, 拌匀 水 可以 好 我来 继续拌匀 嗯 这个菇 你可以帮我用锅铲 拌一拌 拌一拌 对 是 小糖 好, 在这个时候 我们用了7分20秒 小芭油 是 再拌一拌 是 我突然间看到 我又想到 是, 怎样呢 如果不用沙茶醬 是 这个很黄金虾 这个样子似的 因为虾本身的膏比较多 是 那你会看到它的膏 是出来了 是 拉住了, 你就会觉得一点点 变身了 是 所以就可以做到一些效果 但是这个 如果我不用沙茶醬的话 我用沙茶醬 可以吗 当然 没问题 其实也很相似 它制作过程 沙茶醬和沙茶醬的制作过程 也有点相似 调味料会有点相似 是 所以你觉得味道 是可以 一起的 所以如果不喜欢吃沙茶醬的朋友 可以选拌 是 那现在你可以给我一碟 好 没问题 当然 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 是 可以一边沙茶醬 有一边沙茶醬 是 可以吃到两种不同的味 嗯 对了 非常简单 快捷的情况下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第一道菜 是 好了 好 接着我又要去看我们的菇 究竟是怎样 现在你看到 已经没有了很多水的状态 我们就会一边煮 其实差不多了 是 其实一边煮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有点黏黏的 嗯 刚才我说的 加牛油是什么时候加呢 就是现在 现在加 对 加牛油 味道就会更强 是 但会不会说 这个菜会不会 例如加一点肉 如果你真的加一点肉 我就建议加鸡肉 之前你先炒香了 嗯 之后 煮菇一边收水的时候 把鸡肉放进去 一边收干 让鸡肉也有菇的味道 是 豬颈肉 豬颈肉 我还没试过 我觉得应该一样 鸡肉会好一点 对 菇和鸡肉会比较好 好的 对了 这里又完成了 又可以上碟了 是的 对了 对了 因为很多人 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会吃菜 是 所以这个是很适合的 但可能有些家里的朋友吃饭 可能我想有些肉 肉 有些肉味 是 可能会想起我可以加什么肉 如果可以加鸡肉 是 可以选择鸡肉 是 第一个可以真真实实地加鸡肉 是 刚才我还没加了水 是 如果你不想买肉 你可以买鸡汤 放进去 这个会有鸡的味道 就不想买鸡肉 也可以 是的 这个就随你喜欢了 是的 好了 其实 我们做完两道菜的时候 我们用了10分钟 如果大家可以试一下 12分钟做了两道菜 还有 也可以一瓶沙茶醬 做了两道菜 挺方便的 做完整的菜 做完整的菜 你看这个顺便 所以说 要稍微偏重点 你可能就在那儿 好 因此 自己 你 怎么